到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有幾個我們學生做的一些專題 這個是那個 之前我們就這個現象 這個等一下大家玩,我先不演示 我們學生想要 因為這個是大家常常在拿的 像我們都有那種教具 可是這個要把它量化去研究 其實非常非常忙 那我前兩屆的科學班學員 他們就真的想辦法 而且私人的方法其實 你會發現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像我來準備這個教學 我好多想法 試的結果九成都是失敗的 結果才有一些成果 那他們甚至想辦法用七八線去繞 或是用什麼鋁片 甚至拿錫脖子拿鋁脖子 很多idea都非常好 而且他們最棒是試的時候才知道沒用 這是一個很棒的學習過程 那他們有去做一些比較細部 因為科學班學員真的 他們數學員比較好 他們做一些比較素質的計算 然後這個蠻有趣的 我弄放一張 這是它的粗速度 所以它一開始丟下去的速度 它從越高上丟下去速度會越快 但進去之後它的中端速度 它幾乎馬上就達到中端速度 這個其實效果蠻明顯的 然後這個 這個有在那邊 就是水管 我昨天也是找不到水管 然後這鋁管就那一根 然後銅管跟鋁管都在那邊 大家等一下可以操作看看 蠻明顯的 然後最後它有做一些 我們可以把它的中端速推出來 可以做一些fitting curve 然後去做理論值 這曲線是理論值 然後這個是 這的話 是代表實驗值 然後讓學生也開始去體會 而且它做的這個結果其實非常棒 我覺得 就是我真的仔細去check 我想說 我看到這個我還想說 是不是編的數據 那我現在抄給我看 抄作給我看 其實還蠻準的 真的還蠻準的 然後他們有想到一些 蠻有趣的做法 就是它進去之後你沒辦法check 它就 那個磁鐵下面就用很細的線 然後掉一個 保利弩小球 然後去check那個小球 那效果都蠻不錯的 然後他們還用那個 Motion Detector 兩個做法去 互相驗證 非常非常 不錯 他們學生有真的去做這個實驗 然後有去做一些真的數值 就是其實我一直跟他們強調 你到高中了 要具備從國中的定性的了解 到高中你要有定量的能力 所以他們就 而且他們 他們發現那個Mathematica很好用 因為本身做的時候 就丟進去跑看看 有時候也不太知道 怎麼積分怎麼違分 但他們就都會操作了 然後這個結果也不錯 就是他 他就可以真的去 跟他的實驗 而且你看他們就是有 就慢慢訓練到一些好奇怪 就是把數值都記錄下來 然後可以去做 然後找出一些參數 然後就可以找出可變的參數 因為學生對這塊能力是很差的 但是可以訓練的 像剛剛找了一場 有那個老師在講 那個八會六會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你排多東西 要慢慢去培養他的能力 當然 不過還有就是他們本身 會來念科學班 其實那些學生都非常非常有興趣 所以這個可以做比較高強度的一些要求跟訓練 OK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瓦石劑 就是我們常常看得到的這個 這是電錶 然後它裡面就是這個 有沒有 然後它有一個主名詞的鐵 這蠻有趣的 OK 然後最後呢 這個 不好意思,再一點時間 我們後來發現 這個隨著時間改變 所以馬克斯威蕾 他最後 把它這個完整的做了一個 他後面還有一些什麼 那什麼 Current Disparagement 他有些做一些修改 然後最後推出這個結果 那我們常常看到這句話 我去找了他的論文 那很有趣 他就這樣 然後他說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 3107400 這樣很有趣 然後最後呢 他就說 好,那我們高中有教 那個誰 菲佐 菲佐 他做那個實驗 然後他的光速是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們叫副科還是佛 副科 他做出來這個樣子 好 這一個故事 他們兩個其實是一招一組的 後來不合 就分到揚鑣 然後做出來 他們都去比較 然後最後居然 居然就發現 可見光他就是電子波 這個非常有趣 OK 那以上是我的教學演示 謝謝